嘿唷,聊四季 今天如果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瑪雅人對於桑庫曼人 這場比賽也是帝國的衝突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式選擇了瑪雅人 瑪雅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工兵單位有折扣減免 而且他的老一可以點下精冠技術之後 可以到達100滴血 而且瑪雅人出入之外 還有這個強大的戰毛兵可以使用 他的戰毛可以變成散彈戰毛 一次可以投擲兩發的戰毛傷害 瑪雅人的特色來說還是比較偏向於工兵 路線是比較適合他一點的 他的其他特殊能力 是可以讓資源永續可以採集得更久一點 不管是吃這些羊肉、果汁、野豬、石頭、王金 都可以採得更久一些 讓他可以在後期獲取更多資源 去跟對方做個交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庫曼人 庫曼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封建時代開始 就可以蓋下自己的額外城鎮中心 也最多只能蓋一個而已 所以封建時代的2TC開農 是他的拿手好戲 庫曼人這一招 最近是比較常搭配2TC 然後拉四村 去前面插箭塔 開始騷擾對手 然後去爭取時間 讓自己2TC可以順利農上去 然後點下城堡時代的打法 庫曼人的話 他也是遊戲裡面 遊俠跑得最快的文明 每一個時代都會增加5%的騎兵的跑速 到了帝王時代可以增加20%的跑速 速度是相當快速的 這個能力讓他的馬功也可以跑得很快 清查主要後期是打這個 馬功路線 清查寶兵加上遊俠 還有自己的草原騎兵 也可以稍微做實用 但不推薦 因為他的草原騎兵 基本上沒有太多特殊能力 只有跑速的優勢而已 所以庫曼人還是比較偏向打馬功 跟遊俠路線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是幽靈湖 幽靈湖的話 一開始這個湖上面有非常多的綿羊 可以去做搶奪的動作 但我記得他好像有改少綿羊的數量 沒有像以前那麼多 我記得以前可以拖到快要10幾隻吧 現在已經下修到只剩下個位數的 就是不會讓超過10隻的樣子 那不管怎麼說 還是有去中間搶羊的話 還是可以拿到非常多的這個羊的數量 所以這個中間去搶羊這件事情 還是顯得比較重要一點 好 那幽靈湖呢 除此之外 其他地方就跟阿拉伯其實差不多的 就是有主金、附金 還有石頭的部分 外面還有一塊的野金 其實跟阿拉伯很相似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那目前看到馬亞人這邊的配置 是四幕開局 那工兵國家我會比較推薦 四幕開局會比較順暢一點 因為比較容易斜接上射箭場 或去轉毛兵跟工兵的路線 如果你是馬國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三幕 讓你更早升到封建時代 例如這個18P或19P 甚至17P 只有三幕才有可能達成 那你越太多人去挖木頭的話 很容易讓你的肉量獲取 或你沒有辦法那麼快速即時的獲得 導致你的肉量獲取太慢了 沒辦法快速升到封建時代 那像庫曼人這個文明 就是非常需要去高速升到封建時代 所以他這邊剛剛是三幕 後面又拉了兩隻村民 變成五幕 去做這個經濟調配 那他這邊17P點到封建時代 這個卡木牆有點厲害喔 讓這個老鷹突然 瘋狂抖動 沒有辦法跑掉 那庫曼人已死到封建時代 馬上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這邊是拉了八個人 那我記得這個庫曼喔 他的這個設定來說 因為不讓他經濟太好 好像最高村民數八個人蓋是最快的 你拉九個人蓋好像也只有八個人蓋的速度 我記得這個是有去額外設定住的 那這邊看到馬雅人 這邊是打裝甲步兵的升級 這邊打一個裝甲三棒棒 然後前置射箭場的打法 那後續會繼續插塔變成塔公公 這個是一個比較常見騷擾 庫曼雙TC開農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的優勢呢 是可以阻止對方喔 插了雙TC之後 又拉四村去前置村民 去挖石頭 騷擾對手 所以這個方法 算是道特他的戰術執行來說 算是蠻聰明的一件事喔 欸這村民可能會死喔 好啦 再一刀 能抓到嗎 可以啊 哇這一串還是被拿下來了 那個庫曼人喔 現在的Meta 主要是 把這個承認中心喔 開在石頭旁邊 這樣就可以有 足夠的石頭的安全地方喔 可以拉 拉村民喔 去蓋這個烈望塔 去做反擊喔 好這邊看到 裝甲步兵一直守在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 瑪雅人不拉村民來打架喔 這主要是因為 裝甲步兵傷害太高了 所以拉村民來打的話 一定會損失一些村民喔 甚至會讓 對手 趁心如意喔 打到他的目的喔 所以像這種 裝甲步兵被拉開的情況下 再拉村民過來打就好了 因為現在是 庫曼這邊有領地上的優勢喔 那這邊如果要再去蓋劍塔的話 也不會拿到優勢 因為村民處只剩下三村了 蓋劍塔的話也是比較慢一點的 好 那這邊可以開始考慮喔 在這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繼續插劍塔 對 劍塔以上繼續要插喔 但是就是不要在太危險的地方 像這種很接近的地方去插 很容易被對方點擊擊射 緩制回去喔 就是不能插得這麼極限的意思啊 講的還是比較 直白一點比較 好 那這邊工兵呢 就可以到處去騷擾 沒有劍塔的地方 那待會如果 其他地方都有劍塔的話 也可以把這個工兵 放到亮王塔裡面 增加一下劍塔的傷害 好 這裡補下一個兵工場 然後這裡再補一個房子 可以把這裡 稍微鎖死一下 讓他沒有辦法直接攻擊亮王塔 好 那右邊的部分 很近鬼也好了 所以工兵只能暫時 在這個墓區騷擾一下 這邊墓區騷擾到的東西 其實蠻多的喔 基本上要放棄這塊墓區了 直接往左邊開一個 新的墓區會更好一點 好這時候 瑪雅人 遇到了對手庫曼 直接又蓋下了新的一根劍塔 好 這根劍塔是為了要鎖住自己的實況喔 逼不得已喔 所以拉了非常多的村民來蓋 那這也是瑪雅人想要獲得的效果 那這張地圖喔 其實以庫曼來說是相當好的 因為前面我們剛剛講到嘛 民營拿到的獲取量非常多的關係喔 讓他可以在 其他的地圖來說 他不用那麼早去撒農田喔 可以吃羊吃更久一點 讓自己的雙T式運轉 不會斷村民 那等到羊鎮吃完之後 再去補下自己的農田喔 然後讓自己的雙TC 農民繼續正常的生產出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庫曼是不會按下射箭長 去除毛病來防守的 這邊直接用村民暴打一下上面的工兵 工兵終於解掉了 前面再補下更多的木牆 這裡一擊射瑪雅 可能要待會先補一下會比較好 但現在肉不夠多 他已經補下了 不好意思 看錯了 我想說怎麼還沒有補下 是庫曼這邊喔 庫曼這邊稍微補了一下均衍 然後再射箭長 均衍加射箭長 這個木頭需求量其實就蠻高的 好像要175加175 等於是 是 2 350 350 350木頭 真的蠻貴的 如果350木頭先拿去撒農田的話 肉量的獲取會更安低一點 之前有比較不熟悉世紀國的觀眾在問 為什麼不早點補軍營或射箭長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會顧慮到肉的問題 當然你可以早點補 但是就會讓你沒有辦法正常運行村民喔 你村民沒有辦法正常的按的話 你雙TC 去開農的話 一一就不太大了 那這邊看到庫曼在右邊又補了一根新的箭塔 這邊三隻裝甲步兵 還是繼續給瑪雅庫曼這邊更大的壓力 箭塔又繼續蓋了起來 當然可以同時蓋好 收村 再拉兩村過去打架 那為什麼瑪雅不過來一起打呢 最主要是因為 他這邊打架後面還有一根箭塔 因為這邊有連環塔 所以要直接去硬拆的話也沒有辦法 因為去拆的話後面箭塔 就會收到前面拆除的 護兵跟村民 所以這根箭塔投資 只是要讓對方繼續 經濟不好一點喔 繼續騷擾而已 瑪雅這邊可以繼續這邊 再插一根箭塔 這邊再繼續騷擾 就是不要停喔 這裡再補一根新的箭塔 想要來反制掉一下這根 但是這邊村民已經無視這根箭塔 已經開始在這邊採木採了 直接扛著箭矢 開始 採木頭 這有可能會拿到一村嗎 這一村 村民血量有點殘喔 好 這邊終於轉出了毛兵 終於可以反制一下 瑪雅這邊的工兵 哇 這邊村民想要走出去 但發現走不出去了 下面是為死的狀態 直接撞到了城市中心 損失了所有自己的裝甲步兵 而且只剩下一隻村民了 瑪雅這一波的騷擾公司 已經被阻擋了下來 哇 看起來 道德這邊有點傷喔 道德是我們的戰術大師喔 但右這邊防守 確實打得很漂亮喔 他的投資 並沒有讓他自己 傷到非常多的經濟喔 反正是現在村民領先20村了 看這個村民領先非常的誇張 呃 待會就會變成 瑪雅會比較難受一點 因為現在村民烈士 現在要殺到他的村民也很困難 好 這邊看可不可以把後面 這個時候也圍起來 稍微 搞點事情 但是毛兵已經過來了 這隻工兵 可能也沒有辦法做到其他事情了 好 看他這邊補了城堡時代 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康曼這邊直接正面圍死 那圍死的用意喔 是要來防瑪雅這邊老鷹豹 因為老鷹豹這個戰術 如果你沒圍死 是很難擋下來的 老鷹的價格非常便宜 而且遠防 防禦非常高喔 好 這邊看到 瑪雅 補下了前面一棟城堡 好 康曼這邊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補下了兩個馬舊 這裡想要插兩個劍塔去阻止對手 這邊插城堡 這根城堡能夠補起來嗎 好像有點困難喔 這邊已經開始在射村民 城堡應該應該沒有問題 但要損失一些村民 村民只剩下三隻 這邊損失有點慘重 但還是一生生的把這根城堡蓋了起來 那還不錯喔 可以空到這兩個馬舊 那馬舊可能還是會再繼續出喔 先把這個騎士存在裡面 或是草原騎兵 然後待會有時間再放出來 然後從上面走掉就可以了 OK 果然按的是草原騎兵 那為什麼是打草原騎兵喔 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草原騎兵的肉量 需求雖然跟騎士差不多 但黃金需求量是比較低一點的 有點像是騎馬版的老鷹的價格 但是血量也比老鷹更多一點 而且還有一共射程 如果你是出騎士的話 很容易會被對方老頭給招搶掉 那如果是草原騎兵的話 被招搶的話 就不會這麼心痛了 畢竟價格黃金基本是騎士的一半左右 那如果要出草原騎兵的話 庫曼這邊就需要更多的肉 肉類喔 才可以支撐起來 這邊稍微可以拉打一下喔 不用硬打會比較好 繼續拉打一下 自己有異攻的射程 就不會受到傷害 這邊老硬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就被逼走了 再收到城堡裡面 那這棟城堡還不錯 可以打到這棟城堡中心 讓庫曼的經濟稍微傷了一下下 但感覺還好 並沒有受到太多傷害 而且裡面到處都是劍塔 所以這些弓箭手進去 也要思考要怎麼打 不過你要到後方的話 也要小心偷是車過來 所以羽毛劍射手 這邊稍微的空間是有限的 好草原騎兵 從後面繞了出去 那庫曼這邊喔 就是趕快在後面有撒下更多的農田喔 然後雙TC 升到地龍時代 也是他的目標 但現在這邊要 守下來 比較重要 哇 投石打一發 剩下一隻老一 又這邊投車 預判打得非常好 好 這邊 羽毛劍射手一進來 遇到大量的劍塔 還是選擇撤退喔 雖然遠防很高 但是 吃到大量的劍石還是有點受傷 OK 這邊草原騎兵移過來 沒有撒到任何一隻村民 有點虧 剩下兩隻草原騎兵而已 好 至少昆曼補下了一級的馬侃 好 投石再拍個一下 沒有打到 好 破曼這邊防守還OK 現在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現在就趕快一直撒農田就好 這裡其實木頭還蠻多的 可以直接撒爆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中間這邊再蓋一棟城堡 然後再趕快去反制對方的 這棟城堡騷擾就行了 那我是不太建議喔 這個時期喔 再產出更多的草原騎兵喔 因為你產更多草原騎兵喔 就意味著你沒有辦法 更快升到帝龍時代喔 出巨型投資機去反制這棟城堡 你出充車的話 會傷到太多景氣喔 反而讓你更難升到帝龍時代 所以 術生帝王 比出充車來說是更好的 這個預判很準 再來一個預判 沒有成功 右邊這裡砸了一發 好 要開到這車 把毛弓兵手 給B-20回去 好 庫瑪這邊已經點下了帝龍時代 還蠻快速的 所以小槍走的還要再更快一點 31分鐘點下 那一升到帝龍時代的話 庫瑪這邊有兩個選擇可以打 一個就是術生 這個重裝騎士 直接衝遊俠的部分 再來就是打清查路線了 那清查路線的話 以現在這個Meta來說 打老英國 算是蠻好打的 這主要是因為他箭矢數量夠多 射老英的話也不會效率太差 雖然老英還是打光兵 蠻有用的 畢竟遠防高嘛 但庫瑪這個文明龍 跑速很快喔 拉打來說算是相對簡單的 所以打清查路線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並不會說完全不能打 好 這邊二級色也補下了 歐斯車過來 這時候道特已經補下了 四棟城鎮中心 4TC開農 想要追上庫曼這邊的村民優勢 但是庫曼這邊還是領先了 大約15村左右 好 這裡補下一個大學 忽曼待會就要點下彈道學跟化學 這邊彈道學要先優先點 然後再補化學 順序是要記一下 因為如果 哇 因為如果你先點化學的話 沒有彈道學打得很快 哇 自己砸自己村民 完了 這兩台投資車沒地方跑 後面清查終於產了出來 還好城堡 城鎮中心打掉了這兩隻老鷹 這台投資車可以活下來 反正想要派老鷹去解一下投資車 如果投資車解不掉 老鷹在裡面繼續騷擾 這邊一收村 老鷹 另外再繼續補 羽毛劍射手損失數量開始起來囉 哇 剩下九隻 好 清查的數量來到了五隻 而且彈道學已經好了 二級房也有 現在要反制回去應該沒有問題了 這邊巨型投資機已經開始開拆 前幫了這棟城堡 馬雅這邊4TC趕快農上去之後 要趕快點帝王時代了 現在農田數只有27片田還不夠 大概要補到3-40片田了 才可以點這個帝王時代 而且現在黃金也不夠多 因為投資了太多黃金跟木頭 在羽毛劍射手的身上 所以導致他現在經濟沒有這麼好 好 那庫曼這時候點下了 還有增兵技術還有化學 好 終於昆曼家裡守住了 三級的弓兵鎧甲也點了 清查路線 快要升級完畢 然後待會再補個射箭場 等一下安息人戰術 好 已經在補了 好 還有精銳升級 好 這邊裝城堡 拖子車也往前 增加一下對方的羽毛劍射手的壓力 好 這邊先補了一個拇指環 增加一下清查的攻擊速度 瑪雅要抵抗清查的話 最好我就出他的散彈戰 或是大量羽毛劍射手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上方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把家裡的領地稍微擋住一下 但是正面完全毫無招架之力 也沒有辦法阻止對手 最新頭時機的開拆 本來是要來一些村民 過來去修一下城堡 修一下時間會比較好 不然這根城堡一掉了之後 家裡的農田 還有修道院這些東西 都會被拆除 很危險 好 這邊有用細節 用最後的承認中心 去研發地龍時代 完蛋了 道德這邊是沒有打算要修理的 直接棄手 好 補下了弓兵的升級 然後盡可能的產出更多的 瑪雅 羽毛劍射手 好 康曼這邊已經補下了 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樹來到了120村 村民差距道德已經差不多了 兩邊村民樹基本上是一樣 好 這邊庫曼大會要再存一些資源 要來點下 青茶的精銳升級會比較好 完蛋 這裡好像有洞喔 哇 這裡牧區大量村民 被逼到下面去 這邊村民可能大會也要往後拉囉 下面這邊可能守不住 好 這個黃金也要棄手喔 後方也有少量的兵 在兵燒了喔 這個是洛馬 後面還有一隻僧侶 好 庫曼這裡點下了 大草原耕種技術 可以自己的馬勾 還有洛馬的生產速度加快喔 他一堆大洛馬出來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升級大洛馬的升級 薛馬力清奇兵已經點下了 馬爾仁補下了手推車 經濟算是農得還不錯 但二級農沒有點 但現在也不是點二級農的時候 現在要趕快 點下化學還有彈道學喔 完蛋了 這一波村民太晚走了 被青茶抓到會省吃非常多的數量 好 趕快補三級射跟化學 因為現在對方有三級的弓兵練甲技術喔 所以遠防很高 遠防有6 而且他有安息人戰術的關係 遠防會更高一點 好 這裡化學好了 但是精銳還沒有補下 誒 化學是被拆掉了嗎 完蛋 怪怪的 他化學 怎麼取消掉了呢 還是被拆掉的呢 怎麼道德這邊化學沒有好啊 哇 5加3 尷尬了 好 這裡補下精銳之後 血量變成65滴血 但是攻擊力不會增加 這個麻煩了 現在村民下降一些也沒有肉可以點化學 羽毛劍射手這一波打起來會稍微有點癢喔 少一個化學是差很多的 好 但庫曼這裡沒有繼續強攻 本來是開始轉先肉馬出來 等一下鎧甲升級好 還有精銳一攻 等到大肉馬產生夠多數量 才要繼續潛壓 打得非常穩健喔 好 讓兩隻羽毛劍射手 到了黃金礦這邊探查一下 繼續往前補 更多的城堡 完蛋了 這邊打兩農田直接棄手 好 又補了一棟城堡在後方 化學重新補下 好 大量的羽毛劍射手 想要到對方家裡做騷擾 但我覺得騷擾空間可能有限 因為裡面的劍塔很多 村民能躲藏地方其實很OK 而且城堡中心數量也蠻多的 好 正面部分還在努力防守 好 大肉馬繼續亂串 但是三台巨群同時機的傷害很高 好 羽毛劍射手 果然還是衝進去了 這一波衝進去 能不能打到點東西呢 好 現在有點困難 哇 雖然還是有打到一些村民 但效果並沒有那麼明顯 好 後面又抓到了 好 正面巨型偷視機 快要拆除這棟城堡 三三巨頭 但這邊拉的村民很多 22吋村民 正面羽毛劍射手想要反制 但是沒有底下三級的弓兵練甲 所以防御力上還是有點薄弱 哇 被清查的散彈馬弓射到還是爆血 哇 這些馬弓射這個彩晃影帝 哇 大量箭雨 羽毛劍射手完全扛不住 哇 這時候石頭也被修完 雅里的羽毛劍射手也被大洛馬加清查 順利解掉 庫曼這邊已經200人口 點下了三攻 道特這邊羽毛劍射手有點扛不太住 哇 這邊道特直接打出了聚集 羽毛劍射手出了102隻 但是最終還是擋不住庫曼的後期的經濟爆發 相當強大 那馬亞這邊要擋下來的話 可能還要再轉一些槍兵出來 才有機會 但由於經濟已經被傷到太多 大量農田直接被棄手的關係 沒有辦法有這麼多肉 可以繼續維持自己後續的經濟 羽毛劍射手這邊最大的問題 是沒有點下練甲 而且剛剛那一坨主要的 主要部隊 去對方家裡騷擾的關係 所以正面也扛不太住 如果真的要打贏的話 可能這個地方 就要把前面這棟城堡鎖得更久一點 然後踩下更多的肉 然後去慢慢轉出自己的化學 還有這些其他的科技出來 才有可能擋得住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的話 是由庫曼這邊拿到食物的勝利 木頭也是 黃金來說兩邊差不多 石頭的話是掃量贏了600左右而已 那看起來這邊 庫曼前面的經濟 是沒有被騷擾到很慘的 反而是守得還不錯 投資了這麼多劍塔 確實也打出他應有的價值 那前面道德這個前置城堡 也是差的算是有傷到東西 但是傷害並不大 因為農田只有被掃量的被騷擾到 大部分農田還是可以正常的運行 然後繼續往後撒 所以並沒有傷到庫曼太多的重要經濟 只有拆到一座城中心而已 那這也是讓後面 庫曼可以繼續爆出更多經濟 轉出清查的一個關鍵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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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